比方说 溜 记 点 崩 笑 急 乐 麻 有没有人整理一个字典 给台湾的朋友解释一下 记的意思就是说 叽叽死咪打 就是 叽叽的意思就是good game 是以前打那个即时战略游戏 就好像魔兽争霸 星际争霸那种 我们俩打游戏 我输了 然后我就礼貌性的说一下good game 就说是一场好游戏 我记不如人 拜拜 good game 所以呢 后来就把它简化为GG 然后最后再简化为G 就是我good game了 我GG了 我死了 那什么是6呢 6的意思就是说 你玩的很6 本来开始说66666 是对于一些人的那个网络操作 比方说游戏操作 你很厉害 他说你玩的很6 给你一个6 现在已经变成为说你好傻逼啊 就比方说你出门跌了个狗吃屎 那个像刚才那位小哥用了一个假的士观众为了不排队 这种时候网络乐子人就会跟你说一个6 就是嘲笑你的傻逼行为 反讽的意思 乐的意思就是说把我整乐了 就是你的行为很好笑 给爷整笑了 就是那叫老太婆转被窝 老太婆转被窝 给爷整笑了 一样低俗啊 但是这个梗本来就低俗 急 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冒犯到生气了 然后你就说他急了 他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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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简化为急 点 就是说有些人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什么某某啊 比方说典型的 典型的美狗 典型的今日 典型的小仙女 典型的男宝 典型的职人 典型的 然后我们就说点 点 还有叫点中点 点中点的意思就是典型中的典型 偷哲乐如何简称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少看点眼球中央吧 笑 孝顺的笑 就是说当当你试图为某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就是比方说为网上的一个 比方说偷偷你喜欢的那个叫什么 一样千玺 说话 你为他发声 你为他说话 然后他就说你是一样千玺 孝子 有黄鹅孝子 有黄鹅一般称之为孝子 还有美国的一般称之为狗 美狗 这就叫笑 就是当你支持某一方的时候 他就认为你把对方认作爹了 所以你说的话很孝顺 你就是个孝子 然后发展成笑死我了 就是说你对于他的一些孝顺行为真是乐死你爹我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空堂大笑了 孙八是啥意思 孙八全称是孙孝川贴八 孙孝川是一个网络主播 他是一个人 但是他有很多梗 后来汇集了很多网络群体 这个群体有点乐子人的特征 就是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种 他以前是一个人名 但是现在是一种概念 抽象文化这个东西解释起来太久了 今天课室不够 跟那个李毅八一样 李毅八现在叫帝八 帝八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 反正每个概念都在不断的演化 谢谢Peter过 老铁双击666 网络网友对于东北文化的一种吐槽 因为东北快手 快手上面很多东北的主播 然后他们那边把那种网友称之为老铁 然后说老铁双击666 然后就等于是说你给他的视频点赞 就给他点个小红心之类的 图图的意思其实很残忍 图图的意思是指指机关 拿屎机关枪图图图了 如果说只说图的话就是屠杀的图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词 为什么吃饭要叫炫饭 就是炫 就等于全吃完了炫 还有在其实吃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普通话里面叫吃饭 云贵川的有些地方叫做 湖南湖北的一些地方叫掐饭 叫掐饭 还有在大连那边叫逮饭 就是说他们那边把吃饭叫做逮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确实是这么说的 歹饭 就是那种歹徒的歹 那个翻译 歹饭了啊 歹饭了啊 还有一些叫干饭 福建那边叫甲梦 你看我 你看这个小猪咪 你看我把我的 我的鼠标和我的键牌已经 已经委屈求全到了什么地步 你把我的弄不见了 你错了没 恶龙